党政消息来看到投入台北市第三选区立委补选的民进党参选人吴怡农 近期被对手追打 他在任职市党部主委时的黑道党员争议 今天上午他首次站在路口拜票 还遇到了民众呛杀 说台湾不能被黑道把持 使得场面一度尴尬 而媒体人吴子佳评论这场补选 说投票率关键 高低他认为是关键 但是吴怡农年纪太轻 处理黑道问题有些慌腔走板 但吴怡农强调了政治不能因为对手的抹黑 就随意开除党员 而自己也亲自分享了喜事 证实他早在今年的十月份已经登记结婚 还是南逃和黑道党员牵扯的争议 吴怡农首次站在路口拜票 遇上民众呛杀不让黑道之国 支持者立刻帮忙反击 但眼下棘手的恐怕还是外界疑虑 媒体人吴子佳就点名 吴怡农年纪太轻太嫩 处理事情不成熟 像皇城国问题就处理的荒腔走板 来因更仅有吴怡农和黑道扯不清 你呼吁民进党对外说明 敢不敢直接呼吁民进党中央 开除有黑道背景的中常委党籍 我也只能猜想是否是要转移焦点 政治不是很爽的 不能因为国民党的指控 国民党的抹黑 我们就开始左开除一个党员 右开除一个党员 但吴子佳也分析这期立委 谁能拿下投票率将是决定输赢的最大关键 我从这个礼拜开始 透过每一个证监发表会 会一项一项的跟大家报告 宣传政策前也有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几个月前结婚了 我们十月份登记的 手上这戒指恐怕让大批农夫们心碎满地 那立委补选会不会打出夫人牌呢 我太太是圈外人了 一切要尊重她 但是因为像最近的阵仗有一点大 还是需要一点的时间来调试跟适应 余待保留毕竟不到选战关键 不能先自量底牌 这期圈张远杰特别报道